兰友们大家好,我是兰花又一开 这期视频我跟兰友们分享一下 像这种根呢乱糟糟的空根烂根什么都有的 我们要怎么来修理 这个是昨天我一个兰友给我发过来的 发过来十几二十个 我昨天晚上就光摘这个叶甲的老叶子 摘到十点钟 像我们收到这 收到,像我们自己有这种 有空根烂根的这种兰花哈 我就实际给兰友们操作一下 像这种有空根的 这种空皮子营养线 我们直接把它拽了就行了 然后像这样的根 不需要保留了,它不会再生长了 乱糟糟的呀 像这种的,已经破破烂烂的 我们都可以把它修剪掉了 不然的话这个上盆以后 它也只会在盆里面继续烂 没有作用了 它不会再生长了 像这一种的也是 像这一种的,我们就从这个位置把它剪掉 看我们剪掉以后来,我们有发现 这个根里面是黑的 黑的我们就还要再往前剪 对,剪到这种它露白为止 露出这个白肉为止 像这个,你看 哦,没有对准镜头 像这种的,我们都把它剪到漏白 对,这种,剪到漏白 像这种朝天长的 这个我们也下不到盆里去了 下不到盆里去了,把它剪掉 在这怪难看的 像这个已经空了 就是要空没空的 这种根留着也没有用了 它也不会再长了 你看这里面 这种呢 你留着它也在里面,只会再继续烂 它不会再生长性根了 我们都把它剪掉 这个主根还好 这个主根 这个主根摸着还是硬的 我们这种主根怎么修剪 看这个地方 折了是不是 这个我们就不保留了 因为它这个根还比较多 如果根比较少的时候 像这种根我们就保留一下 它可以在里面做一个支撑 它一剪的下去就漏白 漏白就可以了 像这个侧根 摸着都是硬的 这个我们都给它保留 把这个根的肩部 剪一下 剪到漏白 这是空根 空根就把这个营养线拽掉 如果根比较少的时候 来我们 这种空根的营养线 我们就留着 留着它在这个盆里 不是能起个固定的作用吗 不然你那个兰花种下去 不是随风倒了吗 哎哟 这个根呢 我这个蓝友也是太忙了 自己这个花都没有时间去照顾 所以说蓝友们能够养个花 跟养个小动物什么 像这个主根 侧边有这种须根的 我们也把它剪掉 这种须根的话 不会再生长了 不如直接给它剪掉了 剪掉了 留出来空间 因为如果这 本身这个花 其实它根比较多嘛 我们给它绣一下 绣一下以后 我们在种的时候 这个植料能下去 不然能根太密集了 植料下不去啊 像这种的 这种的我们都给它修一下 这种 这种地方都有舌掉了 舌了 舌了挺多的地方 我们找一个最近的 这个根好像没用了 这个根里面有点黑 这里面的须根 都给它剪一下 这个花看着 也说实话蓝友们 我都有点心疼 然后这个 这个前面 这个地方就是空的了 空的我们就把它剪一下 不然它不会再长 像这种根空了 我们给它修一下 它在这个伤口地方 还会再长出新根的 这种须根都给它修掉 把我们能看见的 黑根的地方 都给它修掉 修到漏白为止 像这种水晶头黑了的 我们就在这个水晶头的位置 剪一下 同样是剪到它漏白 漏出白肉 这个空根的 这种空根的 我们就往上找 知道蓝友们能不能看得清楚 通过这个镜头 我这个手机呀 等我什么时候能舍得的时候 我买一个新的 因为它这个根比较多嘛 这种样的线就不用留了 这样我们给它清理一下 是不是看着就舒服多了 是不是看着就舒服多了